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5月13号,星期五 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的6点51分,美股已经收盘 我们很快走一下收盘前美股 那么今天关键的议题是 纳指升近4% 那么临涨三大指数 但是仍然难以演,整周糟糕表现 美股三大股指,本周跌幅均超过2% 那么道指连续第七周下跌 这是从周线级别看的 那么今天我们一共给大家选的11只股票 这11只股票实际上成交额度都是非常大 我是从20只股票里面 就是说成交额度最大的选的这个11只股票 其中有两只股票 我今天中午实际上讲过 一个是因为达,一个是苹果 包括特斯拉三只股票 好了,我们很快在远镜里看一下 这就是股票具体的表现 我们先看一下Google 那么这个Google实际上 我以前用这个波浪理论分析过 那么关于这个波浪理论最基本的介绍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4月15号 就是今年的 讲的关于这个波浪理论最基本的一些特征介绍 有时间的关系我这个地方就不重复了 那么主要是有8浪 这个低点是从2020年3月份crush 低点开始上的 那么前面5浪是上升浪 1,2,3,4,5 那么后面A,B,C 所以下降浪 那么我以前说过 其中这个C浪属于下跌幅度最大 最猛 最快 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 目前实际上大盘 就在这个 包括个股也是 就在这个C浪中间 其中每一个浪中间 还有小浪 这里面我没有画出来 那么从这个Google来看 到实际上有两个位置 一个是8浪理论中C浪 这就是C浪目前还在进行 第一个可能位置就是2294 今天实际上是站稳的 大家看一下 它只是两天跌破了 然后今天占上 所以这个不想有效跌破 所以按照这个趋势 它明天有可能回撤的过程 然后继续往上走 这个概念应该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下周反弹的几率 应该是非常大 我们看一下KJ就知道 KJ正好形成了一个 净差 我们说KJ的指标 而且它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在20左右 在21左右 22 这个位置也比较低 所以超买的 我们看MCD MACD也快形成一个净差了 而且这个柱子的动能 也已经开始进于零轴之上 大家注意MACD的指标 是比较滞后的 所以明天下午礼拜一要继续往上走 而它这个柱子就变成在零轴之上 而且这个金差也应该形成了 所以这个我们再看一下Amazon 那么Amazon这只股票今天因为都开始反弹了 这个大盘一反弹 这些龙头骨就接着开始反弹 同样我用波浪理论以前分析过 这个是巴浪理论中 C浪下跌第一个可能的位置 在2362年 它实际上还没有到 但目前实际上是介于这个第一个可能的位置 跟第二个可能的位置之间 在这个白银色的支撑线附近 它今天也站上去了 这个白银色的支撑位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它也是跌破了两天 第三天站上去 也就是说不是有效跌破 这个白银色的线我们往前看就知道了 它实际上正好是 正好是我们看一下 2020年3月份crush之前的那个高点 这个位置也应该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它今天实际上是站上了 所以它明天 礼拜一有可能有回踩这个动作 它只要不破这个地方 大概是2174年左右 它还会继续往上走 我们看一下K的街就知道了 K的街已经形成了一个惊差 而且基本上在历史最低位 在酒附近 所以Amazon这一波下跌是非常非常的猛 大家注意 下跌的比较深 你从K的街指标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看MACD MACD这个柱子 大家注意 用MACD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滞后的效应 你要是等这个MACD这个指标 这个柱子在宁州之上形成 经测很多情况下 这个股票已经涨了一大段了 所以一般来说 你这个MACD跟K的街接触起来看的时候 它只要这个柱子的动能开始减弱 而且有形成这个矢差的趋势 然后你再辅助K的街形成矢差 你就可以进场了 所以大家用这个MACD 用这些指标一定要灵活 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我今天中午讲过 实际上我就不太重复了 它形成一个喇叭型 今天收盘的时候比较好的地 我今天收盘实际上有进场的 但是我因为是昨天有进场 我中午讲过 我今天缝高的时候抛了一点 但是缝低的时候 因为它收盘之前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奇妙 大家看一下这根线 这根线代表的就是前期的低点 它今天实际上站上超过了这个低点 也就是说它两天破了这个低点 第三天站上去 所以这个地方跌破也不算有限 跌破就跟前面类似的 所以我今天尾盘逢低 我是有进场的 就是看到到这个没有跌破这个前面的低点 所以大根事件 礼拜一应该是会往上走 那么它可能的阻力位 大家看一下 它目前是一场运行的 这个是连线 这个是半连线 它现在排的有点乱 这个均线 这个是季线 这个是月线 这个是十天线 这个是五天线 大家看都形成一个史差的 基本上 这个连线也已经跌破了 这种走势是非常非常弱的 但是这个特斯拉有点不一样 它就可以从那里 历史上上一是个低点以后 它就开始拉伸了 而且连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根羊棒 所以说这个特斯呢 这就是它的古性 那么这一次会不会重复 这个地方的story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它最后在上面这个 伐山三角形的 这个地方应该是个比较大的阻力 但是我们现在先不看那么远 先看到明天 礼拜一的时候 能不能至少要突破这个连线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微远 微远我说它是比较抗跌的 这只股票是非常优质的 大家看一下 像Amazon Google都跌得非常远了 但是它这只股票 大家看底下这个白颜色的这个线 这就是2020年三月份 Christ前那个高点 我们刚才看了 那个Amazon已经在这个位置 就是说刚突破 那么它离这个位置 还非常非常的遥远 所以这只股票非常非常抗跌 所以我今天实际上 风低是有进场的 在这一块 因为这只股票 大家注意 礼拜一要是大盘节奏反弹 那么这些龙头股 一定会率先反弹 而且这一个微远 这只股票应该是 非常非常抗跌 基本上你要是别套 你也不用担心 我们看一下KDG 我今天仓位都不很重 主要是抢一波反弹 看它能不能反弹 就是说能到什么位置 这个KDG就很明显 这个金差已经 已经快形成 还没有形成 所以有的时候 你必须要根据自己判的 你比如这种股票 所以非常优质的 如果说明天大盘 你本一大盘往上走的话 它可能都会往上走 那么这个金差就会形成了 所以就是说 这就是我今天 大逢低的时候 这只股票是有进场的 我们再看一下Facebook 我今天实际上进场了不少股票 都是龙头股 那么这只股票 我前两天也讲过 它实际上 我也是用波浪理论给大家讲的 它三个可能的位置 这个Facebook在这几大龙头 我们说尖压股里头 所以下跌幅度 就是说最大的 而且它目前的那个PE ratio 本一比也税比比较低的 那么从波浪理论来看 它三个位置 就是下跌的这个三个 可能一个是206 260 第二个位置是207 第三个位置是171 那么它这一次实际上回调 是破了这个第二个位置 然后非常接近 这个第三个位置 171 它之所以没有下来 就是因为这个跳空缺口 它这个财宝上的一个跳空缺口 目前支撑非常非常强 它这几根K棒 实际上回补了一部分跳空缺口 那么这一部分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支撑 所以就往上走了 我们看一下KTG KTG的看 它比那个微远还要弱 它实际上这个金叉 这个还没有完全的形成 而且这个位置有点高 大概31 32左右 所以你要是比较这样来看 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两个股票之间 实际上稍微犹豫了一下 我买的微远还是比较稳健 目前用的大半还是不是很稳 所以Facebook我是没有进场的 我今天虽然我塞这个sell limit 但是后来没成交 这一块主要就是KTG的指标 比那个微远稳微看起来不那么好 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奈飞 那么奈飞在这里头 几大科技股票 所以比那个Facebook跌幅还要大 但是两次踩我都是爆雷的 刚才那个Facebook 第一次是爆雷的 在这一块内市的 在这个地方是往上走的 它在这个地方的奈飞 在这个地方爆雷 比这个地方更严重 那么它第一次爆雷以后 大家看一下它来的一个反弹 那么这一时实际上 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应的反弹 目前这些科研形态 大家注意 实际上正在构造一个多头的 我们说多头起跑 这也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至少目前来看 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多头 就是说或者是说一个反弹的 一个科研形态 但是还没有做完整 但一定要等超过这个白颜色的线 过前面这个高点 这两个K棒的高点 这个多头起跑的这一个科研形态 才能正式形成 大家注意 这件科研形态 它形态它不一定能成功 我前面讲过很多股票 不管是WD 还是其他的一些形状 它不一定就成功 你比如说它有可能在这个白颜色的线 这一块 你199块5 当然是两百多钱左右 那么被打回来 重新测这个地点 所以这是大家目前做这种股票 尽管我们认为它在形成一个多头起跑的 一个科研形态 它不一定能做成 那么从KTG指标来看 这个精彩是非常非常明显 所以这个也验证了这个科研形态 目前正在行进过程中 大家关注的重点就是两百块钱 这个价位 看能不能突破 大家突破的话 证明这个科研形态就已经走完整了 因为答案我中文也讲过 因为答案等会我在那个确定view里再讲 因为我说过了 它这个数据没有 就是说没有整合 大家继续看一下 这个是2021年7月20号 它一股差为四股 它这些数据没有整合 所以不太好看 就是看的不是很真实 我们等一会儿在确定view里再看这只股票 那么苹果 苹果今天我中午也讲过 它正好来到了这一个 第二个阶梯的这个位置 这个下沿 似乎是站稳了 所以苹果这只股票 我今天逢低的时候也有进场 实际上最好的进场应该是昨天 昨天它也站稳了这个下沿的位置 今天只是有confirm 这个举办是我的安全起见 所以我今天逢低这只股票也是有进场的 我们看一下KTG就知道 它这个净差就已经形成了 这个位置也是在我们看在21左右 也是非常正好事 我们说这个KTG指标在29岁超迈 在89岁超迈 所以在20形成一个净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你可以进场的一个机会 它正好又站上了这个这个具体整理 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我买了一个苹果 今天我仓位都不是很重 我们再看一下波音 波音今天上的3.30% 波音走势非常非常的弱 它主要是一个是大盘 随着大盘往下走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本身这个公司也是问题非常多 大家如果距离消息面 不但有关于波音这些股票出事来 就是说出问题了 我们看目前在什么位置 我们还是用2003月份crush一下的 大家看一下 但目前实际上正好在crush这个底部附近 也就是这一个支撑线 这个地方车时了非常非常多的赤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2020年3月24号 那么4月份 这一块车时了 而且这还有一个跳空缺口 目前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 它正好在这根线 这位置站稳了 所以说这种经过长期 非常长时间不但车时 这些支撑位都是非常非常强的支撑 所以这个地方进场 你就是昨天礼拜四进场 也是可以的 逢低的时候 今天主要是一个confirm 就证实 所以今天逢低 你也应该是可以进场的 这个支撑应该是非常非常强 我们再从K的接载证实一下 K的接他基本上在历史最低位 也形成那个金差 所以这两个 大家做股票一定要注意 你要做不同的角度来confirm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波音这只股票走势非常弱 你从这个均衔就看得非常轻松 这个连线 半连线都是盖头反压 而且这个斜率非常非常大 所以也就是一个跌升反弹 所以这些均线 包括目前五天均线都还没有过 十天均线 月线 这些位置 尤其这个月线的压力 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你今天进场 你一看了苗头不对 大半环境不对 或者说来了这些重要的阻力位 包括十天均线 尤其月线附近 要是过不了 你应该是清仓离场的 我们再看一下MD 那么MD是半导体行业的 这只股票是比较抗跌的 它比英伟达相对说比较抗跌 今天我调了一下 这个也就是三十多一点 大家看一下 但目前这只股票 实际上是在这个距离 整理区那边震荡 所以最好的操作策略就是说 它来到低点 你可以进场 也就是这个虚显 这个支撑位的附近 大是八十四八十五左右 你比如说 礼拜四就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大家看一下 它最低位置就来到 大家看右上角 八十三块二毛七 所以你可以11个 你当发现它来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11个八十四左右 或者八十三块九毛九 大根的时间应该可以成交 然后呢 上面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M头 到上面做M头的 这个跌破的这个目标价位 这两个之间是要的震荡 你在这个地方 一般来说不会这么轻易过来 在这个地方 你应该是清仓离场的 这个就是AMD的股性 我以前在其他地方 也做过这只股票 你比如说 它最早是在这个地方 做这个M 这个矩形整理区 突破以后 正好是财宝 然后在这个地方 非常长时间 又做了一个矩形整理区 然后又突破 这个就是AMD的一些特点 我在这一块做过 在这个地方也做过 那么目前这个地方还没有做 就是说 所以目前你要做这只股票 就是在这个矩形整理区面 做波单 是非常可靠的 我们再看一下TQQQ 这个也是一个在微信群里的一个网友提的 这个股票也是拆股的 大家去 在我们看一下 2020年12月13号 一股车为两股 所以它这个数据也没有经过一个整合 应该不是很真实的 所以我们也是在确定view里看 同时跟那个 跟那个所谓的英伟达一起看 这个就是TQQQ 它这个应该是纳指三分数多的这个指数 那么我以前实际上用 用这个所谓的波浪理论 我以前也说过波浪里呢 我在4月15号 关于基本的介绍 大家可以去看里面 非常的详细 那么它也是形成了五浪 然后目前也是在三浪过程中 每一个大浪中间 还有很多小浪 目前它运行在C浪中间的 一二三浪 这个三浪似乎是止跌了 大家注意 我们看一下这个白颜色的线怎么来的 这个白颜色的线就是2020年3月份 crash是那个高点 大家有记得 刚才我们那个Amazon 也是在这个位置指稳了 所以这些比较热门的股票 基本上是同一个时期 也是跟Amazon类似的 它跌破了两天 然后第三天站上去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并不认为它是有效跌破 所以它只要能站稳这一根线 它还会往上走 所以从目前从很多个我来看 包括从指数看 我明天有可能有时间 做一些关于这个大盘的分析 都是这个C浪中间的小浪 第三浪似乎是已经止稳了 那么大家注意 它也是仅仅是一个反弹 那么它反弹最好的可能位置 就是这个第四浪的 也就是这个趋势线的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被打过来 但是也有可能不到这个地方 就被打过来 所以大家心里面做这个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反弹的位置 大在什么地方 我们看一下均线就知道 这个是连线 半连线 这个是月线 这个是月线 这个是季线 大家注意 非常的清楚 这只股票也是的 这个盖头反压 非常非常的重 而且这个半连线跟连线很早的时候 在2020年3月1号就形成一个 我们说形成一个 一个史差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个是非常非常看跌的 唯一的这个因素就是说 目前反弹 它就是因为在重要的这个 支撑位附近 找到了支撑 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我们再看一下英伟达 英伟达同样也是 大家看一下均线就非常的清楚 它比刚刚那个强一点 它这个半连线跟那个连线 还没有形成史差 我今天中文也讲过这只股票 它正好也是来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它前期这只股票也是在这个地方 整理了9个月的时间 这个均线政区然后开始拉伸 目前它正好来到这个均线政区上延 这个附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正好在这个地方站稳了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它昨天周四所形成一个十字性 然后今天就往上走了 实际上昨天就应该可以进场了 因为它站在了这个 前面这个均线政区 这个重要的支撑位的上延 然后今天就开始拉伸了 我今天中文也讲过这只股票 所以按照这个趋势来看 它也是在C浪中间的第三浪 三浪似乎也是 似乎要结束了 那么它这个反弹 也是在C浪中间的一个反弹 也就是说它还是在一个熊市的环境下运行 大家一定要首先盼了这个股票 是一个熊市还是一个牛市 然后觉得你的操作 所以这些股票目前都谈不上做多 除非你是非常非常的有信仰 看好这只股票长期的 你就是买了 不动 那么非常大概念的事件 熊市有熊市的做法 它反弹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主流位 包括这个支撑线 包括这些所谓的均线 这些位置过不了 你都应该是离场的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